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练出完整的饭店经营能力 后来又从专业经理人转任教职 因为当老师才是他的人生志业 他无私分享实务经验 希望提升台湾的服务品质 沈方正曾经被老板称为 非比寻常的CEO 即使他已经做到执行长 还是享受着服务客人的乐趣 陈志邀请您 聆听重新做起的感动服务 全球的苏萱的观众 还有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我很高兴能够跟沈志祺市长 在大爱电视台上节目 因为我们两个 可能在很多的场合会在一起 可能是观光局 或者是不同的领域里面会在一起 可是从来没有在电视台 一起上过节目这样子 那他也很乐意来上这个节目 所以我要感谢他愿意跟我一起来这边做对谈 今天我跟Winston 我的好朋友在这边想跟全球还有现场的观众呢 就是分享 什么叫做服务 我们是可以看第一个PowerPoint 是我有一次带着团去美国的迪士尼世界 它是在欧连德 在佛罗里达州 那我们在底特利里转机 我们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空桥一出来以后 有一个指引的标志 它写什么呢 All Passenger 它是英文 下面呢 有三个小格子呢 第一个是写全乘客 应该是日语 在下面一个是 在旁边那个是一个阿拉伯语 我看不懂 左下角呢 是所有的乘客 是中文 右下角呢 是西班牙语 那这个All Passenger 跟这个西班牙语呢 是刻上去那个看板上面的 三个小字呢 是转出来的 它是个转格子的 就是可以转的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它是在美国 英文跟西班牙语 是它的法定语言 所以所有的乘客出来 假如是你美国人 或是在地的人 你就看英文跟西班牙语 我是从台湾去的 我的飞机是在东京转机的 所以它就有日语 那今天假如是泰国的 它写泰文 韩国的写韩文 那从一个六千公里之外的乘客 到了这个城市里面 它第一个怎么样 它有被欢迎到 就好像 我跟各位慈悸的师兄师姐 我说要感恩 那我跟马街医院的人 就要讲平安 因为所用的话是不一样的 就是招呼语是不同的 所以接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相信 这个执行长在你们的饭店里面 也是一样 有早上起来的客人 有中午来用餐的 有来参加会议的 怎么让你的员工 在跟客人的这个 接触的一刹那里面 跟客人马上接轨 然后客人可以感受到你的温度 那个温馨的 迎客的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谢谢苏老师 那其实 这个苏老师叫我要回答这个问题 他自己 他自己讲可能更厉害 但是因为他要有机会让我讲讲话 所以我就刚才提到这个 破冰或怎么样让客人 或者是这个同事 一下子可以很距离一下子就拉近 那在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台湾 台湾的服务的特色 其实是很亲切 就是好像家人一样 员工人家常常讲说 员工怎么教 要教员工怎么样去对待客人 要跟员工讲什么 其实我说 如果你这样想 其实就错了 我们的教育是从 员工跟员工之间互相开始 就是说 在还没有碰到客人以前 互相之间打不打招呼 什么时间讲什么话 在餐厅吃完饭以后 会不会整理自己的桌面 我们自己真正的那个教育 其实是生活教育 当生活教育做好了以后 他一出来碰到客人 把普通我们互相打招呼 和对待那个方法 只要讲出来 客人马上就会觉得 我跟你好像是一起在这个场域里面 我们是同一国的人 那这样子的教育 其实才是最有效的 如果一直去强迫 监视或看你的员工说 你为什么少讲那一句话 为什么你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经常是无效 员工不会是主管的问题 不是员工的问题 你没有让他的眼睛打开 你没有让他嘴巴打开 你没有让他耳朵打开 那如果你变成一个 眼睛打开耳朵打开的人 其实你的生活是很愉快的 那像我跟苏老师 就是到处去观察 就是说无论是硬体和软体 这些东西有没有在做好 有没有帮忙到我们 那这个对公共服务机婆 那对自己的员工呢 其实也有时候会很鸡婆这样 要让他自己有那个体悟 到最后那个东西就是他的 他就会真正的改变 那我们做的工作呢 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也就在这里 当一个人呢 他自己看到了以后 那我就轻松了 我同事每个人都看得到 那就不需要我了 我就到处可以游山玩水了 那同事就可以 好好的帮客人服务 我想这样子来解释 我觉得沈志尽长 刚才讲了几个重点 就是同事之间的互动 你在部门里面 或是在自己的后勤 或是自己工作环境 两个就是吵架的 那怎么站出去 怎么会跟客人讲说 你好啊 不可能 所以同事之间的那个情谊 跟团队的那个氛围 要保持得很好 这是一个 沈志尽长刚才讲的很重要 就是他是用诱导式的方式 开他员工的天眼 天耳 天嘴 让他可以自动自发地做 那我们就不要像一个牧羊犬一样 在后面咬着那个羊 赶着那个羊 他是一个牧羊人 开导他们 引领他们 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不是被逼出来的 他是被启发的 那他们怎么能够好呢 等一下我们会谈 怎么让第一线的员工 他有好的support 资源 然后他就会对客人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全中华民国 服务最好的团队 我每次打出这个powerpoint 大家说是高铁 那他绝对不是高铁 他是高铁委外的清洁公司 是两个不同的公司 这个清洁团队 是站在台北站跟左营站 在月台上面等候车子进来 车子进站 客人下完车以后 他们就很快地 进到车厢里面去 十分钟之内 把车厢弄得很干净 他们在巡车的时候 他们也随车 他走在那个地方 他一定是左看右看 然后若是有水倒在地上 他会趴下去 用纸把它擦干净 非常的棒 他们跟我们慈激的志工 是一样的 慈激的志工心中有什么 爱 对不对 有大爱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不是 慈激的志工心中 有宝特瓶 看到宝特瓶 很兴奋 因为要回收 是 没有错 有爱 人间有爱 你们看到任何机会 都想协助 想分享别人 这些人 他有个信念 就是这两分钟 车子进来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个地方 他有个belief 他相信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任何做服务业的人 他假设认定他所做的事情 是有意义的 那他所表现出来的服务 就会令人感动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我去天母搜购底下 有一个鼎泰峰的店 那我跟朋友去 我们是九点半吧 晚上九点半 十点钟百货公司要打烊 九点半进去的客人 其实是不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要快打烊你才进来 可是他们没拒绝我 这两位服务的小姐 非常的热心 把我们招呼好 点完菜 上完菜以后 他们就把桌上 所有的酱油瓶跟醋瓶 集中起来 填满 因为明天要用 擦干净 然后呢 你看他们两个面带微笑 在做事情 没人在看 他们可能在笑我们也不一定 可是面带微笑是很重要的 你再看下一张 到了九点五十分 小哥就是肺一清就出现了 小哥每天晚上九点五十分 在每个百货公司都会出现 他会唱晚安曲 就告诉你说时间到了 那我就去买单了 我们吃了七百七十块钱 他找我两百三十块钱 这是统一发票 大家注意看 这上面是新的铜板 新的纸钞 顶泰峰的老板 杨老板规定他的员工 找钱给客人 一定是新钞新币 这是他的信息 他觉得拿新的钱给客人 是一种尊重 这个卫生 是我服务的细节的一部分 他的每一家店都是这么做 所以下次去顶泰峰吃 不要刷卡 不是跑掉 你用附线的 你看他有没有找你新钞 这就是一种很强烈的 你说他是强迫症 其实没有 这就是小细节 我们再看下一张 结束了 十点钟 我就到捷运站 智山站要回淡水 这两位女生已经下班了 穿上她自己的便服 在捷运站上看到我 一般的人就走掉了 没有 她跟我鞠躬 晚安 再见 下班了 懂吗 这其实跟我们在座的 很多师兄师姐一样 你们在路上看到的人 只要有人多看你三秒 你就说感恩 是不是 服务业是很特别的 它是违反人性的 因为所有的人 不会跟陌生人打招呼 宗教的人会 服务业的人也会 这个就是一种信心 我相信执行长 在自己的店里面 也是让他的员工 对某些事情 有一定的信念 Winston 你可以不跟大家 分享一下 你的员工 这些信念是来自于哪里 那他们怎么去落实 谢谢苏老师 那我想 就是下班以后 跟客人打招呼 我们的有一些同事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 这样子的服务 那我们的同事 那我们的同事的信念 其实我们一直跟同事在灌输 就是大家到 比如说如果到度假酒店去 有时候是庆生 过结婚周年 对每个客人来讲 那一刻 就是到饭店 都是特别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而言 对于工作人员而言 有的时候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会觉得这就是 365天的一天 但是其实 对客人来说 每一天 都是很重要 那我们要让员工了解 就是说 如果我们懂这个行业 我们看得到人 听得到人 你可以 去了解他 需求的差异化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更精进 就像苏老师 书里面讲 你可以做 他还没有想到的 下一步的服务 当你做到这样子 的服务的境界的时候 你有很多机会 使别人非常高兴 你有很多机会 去感动别人 人有机会去帮忙别人 其实是一种 真正的福报 这样的人是最快乐的 因为有机会 能帮忙别人 这样的好事 天天都有机会做 但是如果你一直去 气球说 谁可以给我好处 谁可以好好对待我 一直这样想的话 你很辛苦 但是我们作为 服务业的从业人员 我们的同事 只要了解到说 帮助别人 是一件很幸运的好事 尤其是 如果你做得很好 别人可以很感动的话 你人的一生 哪有这么多机会 可以去感动别人 那个真的是一个 有福的事情 那我们也尽量让同事 了解到这一点 但是现在 在台湾的消费环境里面 会有某一些 非常极端的人 要求一些很特别的 或者愉悦到一般的 服务境界的事情 那经常在台湾 做服务业的人 会因为这样非常挫折 甚至有同事 因为这样的客人 离开这个行业 那我也经常在鼓励他们 说人的一生不可能 因为我付出 就一直碰到好事 总会有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放大去看 我们所做的事情 97% 98%都是好事 我们应该要坚持 不应该因为那个 一个percent 两个percent 去觉得 这些人都是坏人 或者说 我不要再继续帮忙别人 那这也是 我们在做服务业 灌输员工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在这边 也跟大家做一点的分享 沈志进长刚才讲的 那个问题 我有个学生 他到台北来工作 一年多 很好的一个饭店 他在柜台工作 有一天他回学校 他说老师 我不做了 我说你不是做得很好吗 那个饭店也很棒啊 而且很多学长在那边 都已经有晋升了 就可以看到你的将来这样 他说 我们的客人很不好 我说你可不可以 举例给我听 他说有一天 有个客人check in 然后那个房价 还是房间搞错了 那个客人就把那个登记卡 揉一团 就丢到他的同事的脸上 这样子 我说有丢到你吗 他说没有 他丢到他的同事 我说还有呢 他说有一天 又有另外一个客人 做了一个很无理的要求 他好像被蚊子叮到了 然后要求很多很多的赔偿 这样子 他说哇 这个客人实在很不好 这样子 我说就这两个客人 他说对 我说你一年服务了大概2000个客人 只有两个捣蛋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这个两个客人 去影响那个1998个好的客人呢 所以我要鼓励 现在在做服务业 你碰到挫折 其实它就是一个 你成长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历练的 你就知道下一次要怎么做 或是你就会想出另外一个方法 把它做得更好 才会进步嘛 我们再看下一个 刚才讲信念的问题 是上面带着大家去做 我们看下一个PowerPoint 叫做合情合理 我坐飞机去上海 你看看 我坐的窗户的下面 是破掉的 它就把它黏回去 你好歹也用一个大块的纸 把它黏起来 让我不要看到这伤痕嘛 你知道我从台湾飞到上海 我沿路是抓着我的那个把手 因为我怕被吸出去啊 因为舱压不一样啊 好 更好玩的是 快降落了 那个小姐就是在左 在很前面的那个小姐 跑到我的耳朵 跟我摇耳朵 她说先生 因为她从来没有叫我苏先生 知道我 我们才六个人坐商户舱 她就叫我先生 我说先生 我们提早二十分钟降落 是只有我提早吗 你为什么只有告诉我 假如只有我提早 那就是我坠机嘛 对不对 那假如大家一起提早二十分钟 那你广播嘛 对不对 那请问你告诉我 提早二十分钟 我能够做什么事 我可以打电话给朋友说 小冬啊 我提早二十分钟 你来接我 也不能打电话 所以那个是不合情合理的 她应该告诉我什么 先生 等一下我们没有空桥 我们是走楼梯下来 有接驳车 前面的机门不开 请你走后面的机门 这是对我有用的这个讯息 不是飞机降落了 我背着我的背包往前走 他说先生 前面没开 请你走后面 所以你要做合情合理的事情 好的服务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脚 放到对方的鞋子里面 不是穿走 是站在他的角度想事情 合情合理 不是你个人的 我相信在脑爷集团里面 也有很多的这种例子 客人其实只是一个 要求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你的员工 是死脑筋转不过来 或者客人真的 有很难处理的客人 可是他讲的可能是对的 可是我们自己的标准还没到 那怎么样去做 合情合理的转换呢 或是让下一次我们可以改进呢 我相信 这期长应该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对 这个合情合理讲得太好 那个 我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吃自助餐 自助餐嘛 就是在那边随便吃 吃到饱 但是有的时候呢 特别是早餐 这个客人吃完早餐以后呢 有的时候会拿餐巾纸 也许包着一个面包 有的时候会拿两根香蕉 要拿走 那员工呢 看到这样呢 就会去跟客人讲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自助餐厅东西不能带走 那碰到这个情况呢 我就出面了这样 那我就去问那个客人说 这个不晓得还要不要 再包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 那是不是待会儿要出去爬山 还是有家人没有下来 因为呢 他要拿东西走一定有一个原因 因为自助餐厅是吃到饱 那也许呢 他太晚来没吃饱 或者呢 小朋友在楼上睡而起不来 或者有人呢 肚子吃坏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 但是员工呢 只看到那个拿走东西的事实 那他觉得拿走东西不合情合理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知道为什么要拿走的话 就合情合理啦 有一个客人在楼上吃坏肚子 看到这个情况就会先问 问了以后呢 如果吃坏肚子说 您不用包 我会煮好这个稀饭 弄好东西送到楼上去给你 普通如果你能够这样子 将心比心的话 很多事情啊 其实在服务上面 绝大多数都有办法合情合理 但是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想法 或者说就像刚才苏老师讲 你有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 如果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呢 很多事情啊 是合情合理 我经常有时候跟苏老师聊天 说这个现在新的这个大学生 或者新的社会新先祖说 一代不如一代 或者说呢 越来越难沟通 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 那其实呢 你如果这样想 永远都不能沟通 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地去思考他们成长的环境 就是要说啊 这样子合情合理 然后你才会有那个条件 因为你自己的心房打开以后 你就有那个条件说 那我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 我怎么样让他们感动 我怎么样让他们了解 那也是换个角度 就合情合理 那这个是我对这个东西的见解 是 非常好 我自己有一次去清迈 我住一个旅馆 那那天呢 他们客满 所以我必须要离开 因为你十一点钟以前要check out 那新的饭店要三点钟才可以check in 所以我整天就是泡汤了 所以我就去订了一个tour 我去参加一个tour 那我把行李寄放在这里 我就去玩tour 那晚上四五点再回来 我再拿行李 我就去新的旅馆就可以住了 所以那天就不会泡汤 可是我下去check out的时候 我去结账 那个你知道这个泰国人士很有礼貌吗 卡 三马地卡 这样子 他说 苏先生 你为什么这么可惜 住两个晚上就要走 我说你们客满赶我走的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那你要去住哪个饭店 我就讲了个饭店的名字 他说那你行李下来没有 我说下来的 他说你要去哪里等一下 我说我去参加个tour 他说参加什么tour 我去参加一个大象走到河里面的tour 你知道那位女士怎么跟我讲 他说苏先生 你下午回来的话 你若是有需要 可以用我们健身房洗澡 你看他已经想到我到河里面 然后大象喷水 一身的污泥 这就会感动 他是make sense 所以以后去教习老爷 一定要说我生病 他就会送西班到你的房间去 这个就是好的服务 我们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 那感谢今天所有的观众到现场来 也谢谢全球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 可是最感谢的是神执行长分享他很多在现在的业界 所碰到的问题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面发挥你服务的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 我的信念充满前程